尤其都還蠻競爭的 把球帶到了外野的位置 朱立賢向後退 再向後退在WarningTrack前面 還在追這個球之後 哇 打在了黃色的牆上 哇 這個位置要來看一下 最後分數回來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但是是彈回場內 因為應該是現場的風勢 所以看到了朱立賢他原本追 又要再往後退更多的位置 那最後其實打在這個位置也不好接 因為如果往後彈就是拳雷打 但彈到長雷的話已經比賽定型中了 但是這場比賽我們看到 這兩天 這三天看到李成林在揮棒的時候 這仰角都做得蠻好的 裁判是有權可以來討論 要不要去看這個球是不是出去了 但我覺得他應該不是彈進去再彈出來 蘇老師剛才比的這個動作也是 對 確實在比賽的後段 裁判是有權力可以去討論 對於比較有這種爭議的判決 如果是有一個事先登回來 應該是因為品總教練去講 我們要看總播府去判決 來看一下這個球 打在哪裡 喔 真的是護墊上彈回來 直接打在護墊卻彈回來 它並不是打在更上瓤的地方 其實我們看到這個鐵架距離互電有一段距離 所以如果打到那個鐵架一定就是全雷打沒錯 這支二雷安打應該是不會改判了 因為從慢動作看它彈回來的角度 應該也沒有什麼更明顯的角度 但總之就是長打沒有問題 李承寧厲害 好像哄不了很難 我是覺得很難 不簡單這個角度 現在這護墊會有一個很像階梯式 它剛好打在這個腳上面 我把李承寧的power釋放得真的很好 有結果囉 確實沒錯 因為我們幾次看到慢動作都是打在這護墊上彈回來 不過這比賽看起來還有懸念喔 真的剛剛陳成威的道理失敗 李承寧一定想說再高個五公分 五公分就一定過了 大概很多時候 還想說真貴 還能那一陣子